亿万身家 身靠继富早已实现财富自由 疫情期间 女星蓝莹莹发了段在家跳舞的短视频 视频中吸引人的不仅是蓝莹莹 妖娆多姿的身段 还有她身后奢华到极致的将近大平层 就在小编羡慕的泪水还没擦干时 蓝莹莹又跳进了她宽敞舒适的房车中 这辆房车身长数十米 远非一般的房车能脾气 要说蓝莹莹虽入圈多年 但存在感实在不强 观众对她最印象深刻的还停留在十年前 内部甄嬛传中的换臂 这么多年也一直在二线之外 本意外蓝莹莹不过是个高级打工人 却不能想人家早已是个亿万身家的大家小姐 那她又通过什么方法积累到如此巨额的财富呢 蓝莹从小父母离异 由母亲抚养长大 小的时候日子跟大多数人一样 虽然吃穿不愁却也不算大富大贵 直到蓝莹莹14岁那年 母亲决定改嫁 蓝莹莹才首次体会到了金钱的魅力 她的继父身价鼎盛之时 光公司就有十多所 豪车豪宅更是数不过来 可虽然有了华丽的新装 但这一切都是由于继父的馈赠 蓝莹莹就算是想要享受 也总是战战兢兢 骨子里的自卑从未消除过 或许因为蓝莹莹自小争强好胜 就像甄嬛传中的换臂一样 拼命的要抓住每次机会 蓝莹的母亲蓝雪球也是同样的性格 为了让女儿能更好的发展 最多一次性的帮蓝莹莹请了七个私教 语言 歌舞 形体 一个不辣 蓝莹莹也十分争气 拼命学习 样样都拿了出手 成了精英教育的翘楚 后来蓝莹莹回忆到 她从小就不甘屈居人后 初中就赶出来跟男生打架 就算明知力量与体格相差悬殊 只要能把男生折腾到哭 而自己却能强忍着不落泪 那就算是没白打这场架 为了能更好的跟男生并肩 蓝莹主动提出想要学习跆拳道 不仅在体力方面 蓝莹还要在大学另外抚修了金融 成功考取了高级工商管理学硕士 也就是EMBA 可大学毕业之后 蓝莹并没有按照母亲的安排 前往公司上班 而是转身进入了娱乐圈 当起了演员 完全脱离了家族的掌控 蓝莹想要在这片领域真正有所收获 可事情并不像她想象的那么简单 在出演《真环传》中 晚闭出楼头角之后 蓝莹本以为自己能够星途璀璨 轻松步入一线 却不曾想反而出道几巅峰 大家只记住那个自卑 却又充满野心的幻璧 其实戏外的蓝莹与幻璧很像 带着野草般的倔强 出演幻璧之后 蓝莹一连接了几部片子都打了水话 本以为会她寂寂无名地 稳定徘徊在三四线时 蓝莹主动给自己一般的观众员浇了盆冷水 2014年蓝莹毫无征兆地发了篇微博长文 酷诉家中老宅强遭拆迁 自己毫无办法只能寻求舆论的助力 就在大家想要为蓝莹发声时真相曝光出来了 原来蓝莹一连家被合法纳入拆迁范围后 一切进程都在有序展开着 只是蓝莹一连家狮子大开口 屡次提出增加拆迁补偿 还在网络上野蛮开始了恶人签告状 最终这场闹剧 以蓝莹一连家拿到2.7个亿的巨额财产结尾 同时蓝莹一连也败光了换臂带来的路人员 但他好像并不在意这些 反而公开发表言论 我就是一个特别喜欢别人说我不行的人 只要有人说我哪方面不行 我的内心就瞬间燃起了熊熊大火 非要干得行为止 也确蓝莹一连也把这种霸气的言论 通过实力展示了出来 在大热综艺乘风破浪的写节中 蓝莹可谓是一匹黑马 在其他人都观察四周紧张的分不清楚情况时 蓝莹就大方异彩钢琴舞蹈唱歌 就算主持工作是名演员 他的表演也不输任何一位专业歌手 在拿到出舞台第一名的好成绩后 蓝莹也没有丝毫懈怠 他不仅将自己要求调到了最高标准 同时也主动站出来 以队长的口吻安排队里的每个人的任务 这样的做法也让蓝莹深受争议 明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训练想法 也并不是每个人都对胜利对赢那么强烈的渴望 但蓝莹却强迫所有人跟他一块拼命训练 特别是在跟吴欣还有黄灵合作单曲时 蓝莹更是被骂上热搜 不少网友还在网络上留言 你拼命往上爬的样子和幻璧一样讨厌 在单曲准备前期 蓝莹首先抢夺了主导的地位 向老师提出了想要组建乐队的想法 各同组的吴欣主夜市名主持人 丝毫没有任何乐器学习经历 可蓝莹不知是不是完全没有感受到吴欣的为难 要求同组的黄灵十天内教会吴欣被子 这样的做法实在是强的所难了 再接着的乐器又怎么能在十天内学会 到最后即使导师都蜿蜒拒绝这个想法 蓝莹依旧自信地继续争取 逼得吴欣一起情绪失控哭了出来 一旁的黄灵也不愿意接受这个安排 正片一波 蓝莹的执着固执的性格 刻进了大众的心里 再加上蓝莹向下的嘴角 总给人一脸苦笑的感觉 什么不讨喜 或许真的如幻璧那样 蓝莹依旧平静的外表下 总是跳动着不甘愿的想法 但人为自己考虑 也实在算不上什么大错 只要不触及到道德和法律的底线 我们也没有资格站在制高点审视 这个在娱乐圈拼命的富二代 不许真的如幻璧那样 不许真的如幻璧那样